今天我乃糖就要在这里建一栋属于自己的豪华别墅 先把材料刷好 一个荧光尽快 一个柜石楼梯 诶 乃糖 你在干什么 建房子啊 晚上可是会有很多怪物的 哦 这样啊 好你个卡卡 竟然声东击西 实际上问我问题 结果却在偷我的东西 哎呀 我错了 哼 晚上可是有怪物的 我得赶紧拆算材料呢 much much later 材料刷好了 可以开始建房子咯 没想到作者给我们准备的复制方块 那建房子就轻松多了 我决定这边墙上个绿色 加上绿色的房子 这才符合我们是他的气质嘛 啊 谁打我 哼 臭奶糖 要你欺负我 我这次是穿了盔甲 那你怎么教训我 是吗 嗯 就这 再把两个窗户出来通风 后面正面墙的话 奶糖决定 还是用荧光镜块不要好 这两夫妻可以照明 而且好看 一举两得 门口 我们就用同家的方块 修个蝙蝠 天已经快黑了 马上就会有怪物来骑 我的家快不烦呢 然后中间再用荧光镜块 前后复印 哎 妮妮 你怎么来我家了 是不是觉得我家太好看了 不是 是因为你家太难看 所以我决定帮见一下 啊 咳咳咳咳 好吧 哎 你们俩怎么打起来呢 妮妮 你怎么欺负能呢 随便欺负能 是不对的 他把你家门吹了 什么 叫起他 哼 算你跑得快 不好 也能来呢 我房子还没建好呢 妮妮还在房间里 不行 我得保护他的安全 臭野人 你修茶 臭你咋的 再臭一个试试 试试就是试 啊 你考偷袭 不讲武的 哼 放我手中的枪 这是树的呀 都给我洗吧 我得赶紧把房子建完 先放两张西梦式大床 然后在中间放上四张桌子和凳子 桌子上放蛋糕 要是小粉丝 想买奶糖加避难 饿了就可以吃 然后这边再放上书架 上面再掐上气球装饰一下 窗户这边再来两个 诶 这是卡住的吗 床头带来几个 墙角再放上萤火虫 啊 妮妮 你干嘛打我 你的床太烙了 还是放上我的公主床吧 哈哈哈 你你嫌弃的 那我走